歡迎大家繼續回來要財財經台的直播時間 來到這節是全日總結的環節 我身邊的嘉賓是我們的事務長監國師志郭Sir 郭順你好 上一節解題名家庭觀眾的言言 這節要跟大家說說A股的收市表現 上證指數今天收報在2041點 跌了4點 護深300指數 收報在2151點 全日來跌了3點 深淨城指 收報7165點 跌了7點 三大指數都是要跌收市 但波幅非常窄 都是介乎0.1至0.24% 怎樣看呢 郭Sir A股方面好像都是比較反覆 和很窄覆 暫時沒有辦法 因為大家都抱著一個憧憬 就是期待中央政府在下月中之後 會有些政策出台 因為很明顯看到 如果單單靠出口 和現在的一些消費力 其實要拉動整體經濟 維持7.5%的增長是相當難的 大家都有個共識 就是最終要靠一個內需和固定投資 但內需和固定投資 這個正正就是政策所在 兩會之後 其實直到現在的分鐘 都沒有什麼正式的大型公佈 不過當然高鐵相關的項目 已經有一個政策先行 至於內需方面 大家都在等著 我不覺得情況會太差 但上證指數 事實上到現在為止 都是上落代變 技術上的走勢說了很多次 我今天不再覆述 我唯一想說的就是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市場的觀望情緒仍然都相當高漲 即是暫時在一個未有太多方向情況下 上指不會跌得太多 但當然也沒有條件大升 如果在政策正式出台的時間 資金一定是主導性 到時上證指數一旦翻上去 第一個阻力應該是2月20日高位 就是2,178點 大家看到 或者2,177 四寫五入 如果單突破2,177 目標將會直指早前的小雙頂 2,260和2,270點 但實整到現在為止 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優勢 就是1月20日的低位 1,984 以及3月12日的低位1,974 好像形成了一個高低腳息的雙底 但不能夠確認 因為第一個低位走上來 再下來中間的高位 我們稱為頸線位 即是上證指數 一定在某一天 翻上來 成功升破了2,177點 出現了W形態之餘 也衝破了頸線位 在那一刻 進一步向上望 一定是2,270點 但這是後一個階段的看法 現在這一分鐘沒有太多的憧憬 最終來說也要等政策 如果政策能夠在適當的時間出來的話 對整個經濟或者對股市 都應該相當正面 要刺激經濟的增長 要靠內需 真的要看政策 就等於兩年前或者三年前 當時家電股很好 因為有家電下鄉 汽車股曾經吃香 有汽車下鄉 現在這一分鐘暫時 政策未出台的時候 整個消費市場 都還是相對疲弱 不預期會有太大的客行空間 但這一分鐘 如果抱著太大的上望憧憬 可能也會很失望 跌不會多 升也不會太多 直到政策出來了 市場的資金開始投入信心 到時A股走勢 將會逐步逐步向上走 而一旦成功突破2270點 即是由1849點 去年6月25日的低位 開始出現一個 一浪高一浪的形態 或是一浪高於一浪的形態 但這是一個上亡的憧憬 何時出現 都要視乎中央政策的推行而定 A股方面 繼續偏遠一點 雜幅 另外講講港股方面的最新表現 反而今天講港股的升勢明顯 都升了231點 收幅在22,065點 升幅是1.06% 至於國企指數也升128點 收幅在101點 大股成交是726億 至於今天 我問你郭Sir 看到今天市況好像變得好一點 應該怎麼看港股方面的走勢 今天明明A股是走弱的 但港股又有得性 是 因為一眾的浪人股走得比較漂亮 尤其是中行、公行、建行 其他藍籌就個別 跌得多的中移動 今天亦相對比較硬正 都不止 相對整個大市來說 都還是比較落後 至於方網和博彩股來說 跌得比較深 今天來說有少許的反彈 即是後抽 但整個大市最重要是甚麼 就是以今日收市來說 已經是第六天 升在十天線之上 暫時來說 輕輕過了二十天線 差一點就可以上破五十天線 一旦回到五十天線上 有一個形態出來了 就是 2月5日的低位21,198 和3月20日的低位21,138 會成為跨月份的小雙底 這個小雙底的組成 有礼於後市進一步向上攀勝 當然不知道 W形態的市況漸漸形成 中間的頸線位 就是2月28日的22,987 嚴格來說 恆生指數如果能夠成功突破 這個高位22,987 將會不但形成一個小雙底 而且一個W形態的勢頭 已經是相當明顯 在那一刻進一步向上望 應該是今年1月2日的高位 23,469 技術上的市 的確具備進一步向上網的條件 因為今天是期指結算 看回指數 其實以727億成交不算小 即是動力配合 好倉大戶也趁機會反擊 最重要是下星期一 也是今季的第一個季節 即是一些好倉大戶 手上的投資組合 他都希望能夠以較佳的表現來入仗 事實上來說 4月份怎樣走呢 這也是相當重要 因為我假設你22,000點 多一百少一百 我不知道 因為下星期一收市 到底多少我都很難去無端 但當你22,000點 如果過度到4月份 就有一個憧憬出來 因為今年的指數 1月份是跌了1723點 2月是升1789點 到3月份又跌1701點 很明顯是梅花間粥 跌升跌 如果這個勢頭沒變 4月份應該是一個上升的月份 既然是上升月份 我就用一個先低後高形態 量度一下到底大市可以上網多少 22,000點到4月份 假設暫時的勢頭 有條件進步向上 只要有1,000點的上升波幅 恒指已經可以趁機會挑戰 2月28日的高位 22,987 如果恒指在上升的波幅當中 可以走到1,500點 不用說 更加可以挑戰 今年1月2日的高位 23,469點 所以在22,000點到4月份 能不能夠維持 先低後高形態 是相當重要的 但還有一個勢頭可能出來的 就是在月初先行整整固 輕輕向下行 因為今天是期指結算 好倉大戶反擊 下個星期是季度結算 有粉飾活動 但4月初沒有了 不排除市場稍微放慢也不頂 所以技術上來說 只要保持勢頭 不要跌穿10天線 先低後高形態 應該不會有失 如果在4月初市有一點反覆 技術上不跌穿10天線 其實更加好 因為10天線 大概21,600點 正在的水平 如果指數輕輕向下行 找到低一點的指數 在那一刻再咬腰回上去 其實對整個大市的發展 就更加有利 不要忘記 很多內銀股派的息都相當不錯 例如公行、中行、農行 派息都有6厘 甚至是6厘以上 接近7厘 在這樣的環境下 我相信持貨者 最低限度會收息 然後再作打算 謝謝郭Sir 對A股和港股的詳盡分析 剩下時間和大家跟進 今天主要藍籌股的最新表現 見到匯控收報在78.75元 全日例計升5毫 中移動69.75元 升8毫 中國銀行升6仙 收報在3.41元 工商銀行4.72元 升1毫 建行5.37元 升8仙 港交所收報118.6元 升9毫 中銀售21.7元 升3毫 有幫保險36.95元 升5毫 騰訊控股收報534元 升12.5元 金沙中國56.9元 升3毫 長江實業跌7毫 新同基地產升8毫 至9仓方面收報在50.05元 沒有升跌 中海外和華人之地 同樣升超過1% 中海外和華人之地 看另外幾隻 石油石化股個別發展 中海油升1毫 收報12.2毫 中石油收報8.5元 升8仙 中石化6.9毫 一跌5仙 困難能源收報在12.9毫 升幅超過1% 至於中國神華 收報在22元 升5毫 這段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郭Sir 和你做申報 剛才所提及過的股份 或者相關資產 自己有沒有持有 我持有少少內眼 謝謝郭Sir 這次的食貨時間到此為止 我們先休息一會 4點半將會有一週大事的環節 和大家回顧過去五個家日大事的表現 我們先休息一會 一些休息一會 然後就 dismissed